哪个动作明星实战最能打 一直是人们老生常谈的问题 有人认为李延洁最能打 有人说成龙最强 还有人说真子丹才是最厉害的那个 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周星驰的功夫 在武术界也是得到过众多人认可的 能一拳击穿木板 手指七穴砂锅 这样的周星驰实战能力并不弱 著名武术导演袁彬就说过 如果论真功夫 真子丹不一定能打过周星驰 拳王周比利也曾说 周星驰虽不是专业的武打明星 但他的实战很能打 实力不容小觑 那么周星驰真的很能打吗 了解过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周星驰对武术的研究并不亚于喜剧 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武师 而且很少有人知道 周星驰原本是打算做武打演员的 20世纪70年代 林小龙的电影风鸣一时 周星驰和母亲看过唐山大胸后 深深地迷上了李小龙 在房间里贴满了海报 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姐姐都跟偶像李小龙 长得有几分相似 更是疯狂地喜欢上了功夫 在这之后周星驰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功夫上面 但因为家境不好 没钱拜师学艺 所以他只能按照民间偏方练习铁砂掌 吸拿一锅绿豆 手放进去翻炒 直到把绿豆炒热 但他只练习右手 因为我怕有什么意外的话 还有一个手可以绑住 还没等他练成就被母亲阻止了 因为他把手练得像老人的手一样粗糙 在这之后 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武术修行 还央求母亲买了个沙包 每天都对着小电视机里的李小龙 模仿他的打拳和神态 曾饰影如花的李建仁是周星驰的发小 他就曾在节目中说过 在学校时周星驰的外号就是小龙 因为没有几个人能打得过他 如果班级有什么事 他永远是第一个出头 打架也从没输过 只要周星驰脚一抬起来 对面的人都怕 这时的周星驰觉得自己的武功已经到了一定境界了 再加上学习又不好 唯一的强项就是武功 于是他就找到校长提出可不可以在学校开班收徒 教授武功 虽然被校长拒绝 但他想学功夫的愿望仍是指增不减 对李小龙也是越来越崇拜 周星驰知道家里没钱送他去武馆 于是利用休息和寒暑假去做兼职 用挣来的钱 拜耶稳徒弟黄春梁为师 学习用春 黄春梁早年在香港踢馆百次 战无不胜 还有个绰号叫蒋守王 周星驰拜他为师 可以说学到了精髓 而且黄春梁是李小龙的同门 用辈分 周星驰也算得上李小龙的失职 但那时在武馆学一个月 需要一百块钱 他只学了三个月 就无力继续支付学费 只能离开武馆 可以说周星驰为了学武术 真的是拼尽了全力啊 中学毕业后 周星驰开始步入社会 那个时期他经常幻想 自己有一天会成为 像李小龙那样的武打巨星 还鼓动着梁朝伟一起 去报考无限议员训练班 梁朝伟一次就被录取 而他在考了两次后 才进入了训练班的夜间部 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在跑龙套 83年版《射刀英雄传》中 他饰演被梅朝风一掌拍死的小兵 出场时间不到三秒 之后还主持了 430穿梭机儿童节目 主持的工作一做就是六年 直到1988年 26岁的周星驰得到了李修贤的赏识 出演电影《霹雳先锋》 他饰演透车贼的角色 一名惊人 一举拿下金马奖最佳男配 周星驰的演员生涯 至此踏上正轨 但他出演的电影 大多都是喜剧 与当时想成为武打明星的梦想相差甚远 反而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喜剧风格 他在《独胜》里采用无厘头的表演方式 引人入胜的剧情 狂揽四千多万票房 1992年周星驰出演了七部电影 由五部都是票房前五名 成功从新仔晋升到新野 这使得他在电影界 俨然已经大获成功了 但他的功夫梦还在 他仍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武打明星 而且成名后的周星驰经常会对别人说 其实我功夫蛮好的 要不找我拍拍功夫篇武侠篇之类的 但别人都认为他是在开玩笑 没有人相信他 在TVB的台庆现场 周星驰首次展示了自己的功夫 一拳击穿木板 一掌切断木板 双指击碎砂锅 大多人都以为只是节目效果 但其实他的身功夫被圈内不少人证实过 曾子丹就曾在节目中说 当时周星驰还是三四线时 他们一起在剧组拍戏 私下没事做周星驰就会找到他 问他勾拳怎么打才最有力量 让人还互相交流心得 试验常威的周少龙和周星驰合作后 更是不仅一次地夸赞周星驰武打功底好 如果仔细看周星驰主演的电影 你就会发现 其实在影片中 他有很多动作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有很多耍双结棍的动作 他都做得异常熟练 在《武状元苏起儿》中 周星驰有一个双腿跳起并触到手 然后还需要直接跪在地上的动作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 但如果没有武术或者舞蹈功底的人 绝对做不出来 周星驰却轻松完美地完成了这个动作 可因为周星驰在喜剧上太有天分 让观众忽略了他武功高手的身份 所以周星驰只好自己拍 将自身的功夫融入到了擅长的喜剧中 没有生外硬套 一切恰如其分 而且动作大多都是难度系数较大的 比如在《桃雪威龙》里 周星驰一脚踢掉了对面演员嘴里的烟 没有扎实的腿弓 很难做到这点 但拍摄时周星驰一次就过了 还有少林足球里出场的伊斯玛 和各种侧翻空腿 从姿势上看就是练家子 从出道至今 周星驰的功夫梦一直都在 因为他曾说 我想了很久要拍一个功夫动作片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现在好像有一个梦想要完成一样 这个动作片就是电影《功夫》 一个小人物成为大英雄的故事 这是他制作最累 又是最多的一部 为了模仿林小龙标志性动作 就要露出肌肉盘结的背部 所以在拍摄之前 周星驰每天都要练功夫及肌肉训练 最终电影中呈现出了周版林小龙 影片最后的那段大戏 周星驰像林小龙在金武门中那样 穿着白大褂黑裤子 一个人打败一群人 这可能是他拍的最过瘾的一场戏了吧 当年那个小男孩的电影《功夫梦》 一作就是几十年 而这部电影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功夫梦 《功夫》上映后 一举获得了16个奖项提名 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最佳功夫片 这完全是被喜剧耽误的无数家呀 曾有人说过周星驰最被人低估的有两点 一是长得帅 二是功夫好 之前我以为这句话只是粉丝在夸偶像 但真正了解过后 才发现原来周星驰功夫这点 是真的被人低估了 再影谈众多功夫高手中 你认为周星驰处于什么位置呢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